所以呢 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这条是领阶线 这条叫翻领折线 那这个叫下片领 对不对 下片领 是不是等一下我要做上片领 上下片领结合的地方叫领阶线 所以呢 我要找到它的领阶线 这个 这条线才是对的 这条线是错的 这条线是错的 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一个道理喔 不然的话呢 你等下到这儿 那你等下上片你就接不起来 这样懂吗 只要我不是说你的怎么样是 很多人会发生这种问题是 谢谢你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让大家可以了解它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等一下不要犯这个问题 后面也不要犯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一开始 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最简单的 要跟它呈吹是90度 然后顺着你 红色标示蛋 到SMP点做记号 然后呢 这里要做的是十字点 因为呢 横线是它的 然后这边是它的 好 那这里也是哦 在SMP点的地方做记号 再来 绣圈的地方 绣圈的地方 按照我的绣圈的地方做记号 因为我们这件没有按上袖子 所以用原来的绣圈就好了 好 所以好 这里我有标 所以我依照它原来的就好 好 再来这里我标一个十字线 对不对 腰围请注意 一样照你的腰围标 然后呢 折子的部分都标十字线 那所以我每次都跟同学讲 初真一定很小很小 如果你不标这个 OK 从这里到这里就好了 然后呢 如果你标中间 要做什么 等一下呢 我来确认说 诶 我这样标 我这样做的这个抓折 是不是对的 因为我们身体上面就是 只是直线而已 不会有弧线 不会有凹线 这是基本人海的部分 好 那绣圈好了 身片的部分 我刚刚不是已经做好了吗 这里也处理 这里也处理 好 都处理好了 好 这里跟这里 好 腰围 这里 腰围线 好 然后折尖点 字纹全部都做完了 对不对 好 全部做完 好 先停下来 腰围下来了 所以呢 第一折线 烫 这是第一折线 对不对 好 这个 第二折线 放在尾巴的地方 把它烫起来 好 那你会说老师 为什么你没有先处理下板 然后就先处理这个 因为处理完折纸 它就会出现角度 然后你需要先处理好折纸之后 再来处理下板 好 所以呢 第一个部分在这里 那因为等一下我要剪这里 对不对 你可以反方向 你可以反方向处理 所以呢 你可以往这个方向下针 然后出来 这样是避免你的剪刀剪到 撕针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我会用什么方式处理 就是尾端 下针 然后挑起来 挑三片 这样 好 那这个有什么缺点 因为会压在这里 会压在这里 所以呢 最好的方式 这一针 是这样 好 同方向 只有下摆这一针 我会用这个方式 你用在这里也可以 可是因为它很容易被剪刀剪到 所以呢 中间我大概两针就好了 都很小一点点 这样 然后呢 这里稍微看一下 这样 好 这里好了以后呢 我就可以处理这个位置 就可以处理这里位置 好 然后我这里先不要喔 我现在这里 我先剪掉 我只要留1.5公分就好了 好 因为等一下我还要处理后片的部分 两个要连在一起 然后这个也是喔 好 这个 好 所以呢 这样 一样都是下折线 然后一样在这儿 你先不要管这里 因为等一下我们拉直线就好了 你先不要管这里 因为等一下我们拉直线就好了 好 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 好了以后是不是 不要把它弄平喔 好 把这一个 拉直线 这是斜边 这是斜边 那因为拉直线 等一下你剪下来 就知道它是会有一个缺口的 好 这个地方 那前面的部分 上面留一公分 好 等一下我们要先讲 领口的这个部分的处理 因为做整趟的时候 大家很容易把这个地方剪到一个很奇怪的线条 这里要记得喔 它就是90度角这样划下来 旁边我只要留一公分就好了 因为我们没有要做鞭子 袖子的部分 所以 只要让它顺了就好了 好 这里 请注意一下 这边打牙口 打到底 打到底 那现在我是不是要烫的部分是 这个地方的尺寸 我现在留 线条 它好像在唱歌 不要把它剪掉喔 就是只有把它折进去喔 这是重叠分 好 然后 这个弧度 只要它是弧度 就请你要用缩烫的方式来处理 好 所谓的缩烫就是 记得喔 同学应该还记得 我们之前教过的缩烫的方式 只要它有弧度 只要它有弧度 你就用缩烫的方式来处理 好 这样子烫过来 然后把它拉开 可以出来 然后另外就是这一个 烫下来 烫到你的指点 车缝上下片银的指点 这里 这里就有问题对不对 好 同学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 修一下 但是不要修到底 我还有留一点点 还有留一点点 所以 这个部分